大家好,我是清潜 今天在路边发现了一层不知名的花旗特别长 而且特别容易繁殖的这种花 花量还挺多的 发现它是自己会分出很多的侧枝 然后在每个侧枝上面不断的冒这个花苞 感觉这个花好像蛮熟悉的 一时之间记不起来它的名字了 主要就是被它的这个花量和花旗给惊艳到了 在我们江西这边呢 好像从每年的三四月份可以持续开到十二月份左右 虽然它的花朵比较小 但是开花的时间和花量特别的惊人 以前是看到别人种在小花盆里面的 看这一小虫呢是别人递栽的 看它长势挺好的 好像它既耐旱然后也耐寒 比较抗冻 在我们江西这边目前气温呢 已经在一到十度左右了 看它还是开了这么多的鲜花出来 也是比较皮实好养的 可以全年录养的状态 它的老杆子上面呢是这种木质化的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这个花的名称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